大家好,20日的时候,中国突然给四川比特币工厂集体断电 所以现在整个比特币崩盘,价格在3万5亿美左右震荡 原来是6万美元,现在跌到3万5了 20日0点,四川所有的矿场被集体断电了 来不及转移的比特币矿工因此遭受巨大的损失 据报道,四川是国内世界最大的比特币矿工集聚地 大约有800万的负荷用于加密货币的挖矿 一份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能源局关于清理关停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的通知 相关文件显示,要求完成重点对象甄别关停 对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目前已排查上报的 26个虚拟货币挖矿项目,于6月20号前完成甄别清理关停工作 文件显示,各市州人民政府,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四川省能投集团中央在川发电企业,省属国有发电企业 应按照省政府第73次常务会议精神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第51次会议关于打击比特币挖矿行为要求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完成重点对象甄别关停 国网省电力公司已上报26个疑似虚拟货币挖矿项目 将于6月20号前完成甄别清理关停工作 四川省发改委将重点监测上述项目用电和退出情况 每日通报 2.开展发电企业自查自究 中央在川发电企业省属国有发电企业要自查自究 立即停止向虚拟货币挖矿项目供电 6月25号前报送整改情况 3.做好全面清理排查 各市州政府立即开产拉网式排查 对排查发现的虚拟货币挖矿项目 务必立即关停 于6月25号前将清理关停情况报送发改委 各地严禁以各类名义批复虚拟货币挖矿项目 4.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各市州政府是虚拟货币挖矿项目清理关停工作的责任 主体务必提高政治站位 务必保质保量完成清理关停任务 务必做好社会稳定工作 这次可以说是彻底把比特币在四川全部关停了 这个事现在国内又报道 特别是比特币价格下跌以后 现在国内一些炒币的现在我知道已经基本上 有的人亏了50% 你想最高的是6万多 一半就没了 这个比特币现在可以看疯狂 当年涨的也疯狂 现在跌的也疯狂 我今天早上看完这个消息以后 真的我很震惊了 一下能跌一半 原因就是21号时候 中国央行发布的消息 就银行和支付机构对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提供相关服务问题 约谈了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有储银行 星业银行 支付宝 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部分银行和支付的机构 部分约谈机构随即作出回应支付宝发布禁止使用本公司服务开展 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的声明 并表示坚决不开展不参与任何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 不提供任何辅助性技术服务和能力 受此消息影响的比特币21号时候跌破了3万2万 中国打击比特币 大家可能不太理解 其实就是中美的一个金融战的一部分 大家知道比特币这个东西它是难监管 互相之间的转账也好 其实不受相关银行 不受相关监管机构的监管 这个大量的比特币在中国产生 这些矿场 这些矿场它手里就有大量的比特币 这种比特币的交易 大量资金通过比特币交易进入到中国 你想想中国的监管有没有 对中国的金融 对中国的相关的金融安全 也造成很多的隐患 其实这就是金融战的一种 因为比特币现在价格越高 实际上价格越高 你知道吧 它进入中国的相关的这种代币 数量就越少 你就更难监管 你就更难监管 金融战其实金融它这个东西 它的危害主要就是什么 对你经济的根本 对你经济的根本产生巨大的危害 不像贸易 贸易时好时坏 好的时候控制控制 坏的时候帮富王府 它就可以平稳度过 金融不一样 你看看日本 日本经过和美国这个金融战 失落了几十年了 它不是失落二十年了 失落了快四十年了 起不来了日本的经济 中国现在就担心 有一天外国的资本 特别像美元 现在还像洪水一样泛滥 你知道现在华尔街那个美元 那美元就像什么纸一样了 那美元贬的 就美国那个通货膨胀 你想想 那美元你看看 现在在全世界 毛了都啊 大量的美元资产 就往外借呢 相信谁需要 很低的利息就借给你 那有些中国人呢 在中国你看 之前搞房地产的 是吧 潘石一夫夫 当年不就干这个吗 华尔街弄了钱 在国内炒砖头呗 是不是 盖楼买地 找个什么的 是吧 懂盖楼的 找那么个老公 然后就盖楼吧 五毛钱砖头 涨到五块就卖 然后资产收回来 还给华尔街 就玩这个循环 中国也有很多人玩这个 不一定是玩房地产 玩其他的 那华尔街 美国那个钱都毛了 那么值那么不值钱 那个美元 用这个比特币代币 进到中国呢 你想想进到中国呢 中国还没有监管 都不知道有多少钱进来 洪水一下冲到中国来 中国国内物价怎么样 不也毛了吗 通货膨胀 物价暴涨 中国钱 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中国的外汇 因为什么呢 美元进了以后 这个我就怎么说呢 就是M1 M2的问题 美元进了以后 他得拿美元换成人民币 换成人民币 人民币就因为这个外汇进了以后 被迫要增加一个M2 增加一个M2 这个我不跟你多讲啊 多讲的话 我担心你不愿意听啊 就说白了 你得拿美元换成人民币 那人民币 因为美元进来的多了 人民币被换的量越来越大 是不是 现在还一比六点多 越来越大 那人民币相对于国内的钱 就逐渐毛了 就是说白了 现金多了 那钱就毛了 人民币一毛 通货膨胀 国内通货膨胀 自然就很难控制 所以其实就是什么呢 中国稳定金融市场 一个手段 防止美元洪水到中国的 通过什么渠道 通过比特币的渠道 冲到中国 这是根本原因 其实中国呢 你说中国印的钱少吗 也不少 但如果美元这个洪水再进来 中国这个通货膨胀很难控制 很难控制 大家知道 现在这个 很多大宗商品都在涨价 这个通货膨胀 中国现在一直压着 压力很大 特别是一些贵金属 那你想那个铜 原来那个铜的那个 水龙头 我原来去看那个价 现在涨的 涨成什么样的 翻了背了 谁能用得起现在 这个东西还不是民生用品 必须品 那如果民生用品 粮食 吃饭的一个馒头 原来他们最早是五毛 现在涨一块 涨十块钱一个馒头 你笨想 十块钱一个馒头 你工资不变 一个月还是那些 两千块钱工资 十块钱一个馒头 哥们 你是不是也上街了 政府呢 政府怎么解决 没办法解决 就是金融风险控制美元洪水进来 另外其实啊 有一些这个 怎么说呢 有一些没有监管的钱 进入到中国 对中国整体安全也不利 这些钱到底干嘛的 是买啥的 资助谁的 想要干什么的 也没有监管 所以比特币这块啊 你其实你看是个整体的监管 为什么是现在搞比特币这个事啊 其实我之前讲过了 美元 它如果不泛滥 不是因为疫情 美国就是超发美元 比特币之前为什么也不打击 之前不也可以吗 对吧 可以买卖 就是因为现在整个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太大 而通过比特币大量的美元 从美国进来 进到中国来 又没有监管 造成市面上人民币又特别多 人民币毛了 中国呢 你想如果市面出现大量的通货膨胀 整个的经济稳定不住 经济不就翻了吗 翻了吗 如果美国又搞金融战 它搞一连串的金融组合 把你整个中国掏空 拿着钱 最后换成比特币出逃 以前换成美元 我中国 美元你换美元 我手里有美元 你还不一定能跑得了 是吧 我不给你美元 你跑不了 拿人民币 你跑到哪都没用 人现在换成比特币出逃 你怎么办 换成比特币出逃 你根本拦不住人家 你怎么办 能不管住吗 比特币 所以事在这儿啊 我觉得简单就给你讲一下 我不愿意讲那种 什么M1 M2那种东西啊 那种 经济啊 经济这种 CPI啊 这东西 我觉得你也不愿意听 我就大概给你讲一下 钱进来 他挣完钱以后 他要走 走的渠道是换成比特币 那你中国怎么防 防不住 一点鼠标人家就走了 换成现金 换成比特币不就现金吗 把正的人民币换成比特币 人家走 资金外逃 你想想 对中国的整个经济 金融安全是会巨大影响 他一定要整治的 我大概讲一下啊 大概讲一下 我觉得呢 中国也在找美国谈啊 就是美国的他现在也开始啊 美联储开始往回收 有加息的意思 中国逐渐呢 我觉得也会逐渐的要收货币政策 所以未来都是配合的 全世界的这个这个货币政策 都互相配合 所以我觉得比特币在中国 在现阶段看是风险巨大的 我劝你也不要玩这个 风险巨大 他未来能跌成啥样 谁都不知道 你看看现在都跌到三万了 原来六万 跌出一半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啊 风险巨大 暴涨暴跌 不要玩比特币啊